出堂 从舍出时 当愿众生 深入佛制 又出三界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Zither Harp 拉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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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菩萨,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继续进入 中科巴大师菩提道次第摄诵的学习 第五诵 死仇决定终须道 荣获今日便降临 死时事事均当舍 速修妙法求加持 好,我们要解释一下 这一诵就是我们讲道前基础 进入修道之前的基础 我们又叫转心思法 转心思维 什么叫转心 我们习惯上觉得 我们要享受现实是对的 我们要及时行乐是对的 然后呢,佛陀或是历代祖师 用无常的方法来转变你的心 把你的心扭转过来 让你发现说 哎呀,人生难得 死亡是这么的迫切 这么的紧绷 让你有逼迫性的 所以叫转心 所以讲死仇决定终需道 死对我们来说 尤其对修行人来说 并不一定是值得害怕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修行人的死亡 可以是庄严的 可以是进入下一个度众生的开始 所以佛陀说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就是他进入了一个 极静的没有痛苦 没有烦恼的状态 叫大波涅槃 但是对我们凡夫而言 死亡就是死仇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来生 我们没办法主宰 我们的修行还没有完成 我们还没有进入菩提道 我们就得迷迷糊糊的死 死了之后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茫茫渺渺一场空 这个时候就是死仇 而且呢 宗科巴纳斯在这里告诉你 死仇决定终须到 荣获今日便降临 荣获也许 甚至今天就要到来 我们讲说 晚上上床之前脱了鞋 明天早上穿不穿得到呢 我们走出了这一个门之后呢 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死时 适事均当舍 如果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有什么是你带着走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维 银行 卡片 存折 我们带不走 我们觉得我们最喜欢的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小孩 我们带不走 甚至我们觉得 我们最珍惜的 这个身体 也带不走 甚至我们死亡之前 这个身体还给我们找麻烦 这里痛 那里痛 腰酸背痛 这里得癌症 那里切 那里割 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说 死时 适事均当舍 没有一个是真的 没有一个带着走 那如何去面对死亡呢 速修妙法 求加持 依着善知识的教研 依着诸佛菩萨的教研 我们要速修妙法 要赶快的去修行 我们无上珍贵的佛法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提到了 佛陀在四十二章经 曾经问弟子说什么 人命在几间 就是你能活多久 有一个弟子说 数日间 就是可能几天吧 佛陀说 只未知到 你还没有抓到佛法的重点 另外一个弟子说 饭时间 吃几顿饭之间吧 佛陀也说 只未知到 你还没有抓到佛陀的重点 但是请记得 佛陀问弟子说 人可以活多久 人命在几间 那个时候我们的出家人 那个时候佛弟子 佛的比丘说 人命在 饭时间 人命在数日间 都比现在人有无常观的 你现在在路上一问 我们可以活多久啊 他一定告诉你说 我要买一栋房子 两栋房子 我要努力的拼经济 我要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都没有人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能出了门回不来 我们可能离开了家 再也进不到这个房门来 为什么 因为无常 天灾人或是无常的是变化的 但是后来佛陀就问 第三个弟子说 人命在几间 人可以活多久 然后呢 那个弟子说 人命在呼吸间 什么叫呼吸间 一呼一吸之间 我们台语叫做 你这口气 那是没输了 你就死了 这一口气 如果没有吸回来 你就死掉了 所以人命在呼吸间 这个就是 佛陀说 善在子之道义 你知道佛教的重点在哪里 佛教的重点在无常 因为有无常 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去珍惜 我们所得到的教法 每一句善知识的口诀 每一句善知识的教言 对我们都相对的重要 只有依着这个佛法来修行 我们可以抵挡的过 生死无边的大海 甚至帮助众生穿越生死的大海 我们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格西叫 卡拉棍冲 卡拉棍冲这个格西 它门口 它在山洞上 为什么它叫卡拉棍冲呢 因为它在卡拉山 这个山修行 在修行的时候 山洞外面有一个荆棘 它每次只要出山洞 要装水 要做什么的时候 荆棘就勾到它的身符 它就一直觉得说 我要把这个荆棘砍掉 但是转念一想 那我今天出了山洞装水 未必回得来 然后入山洞的时候 荆棘又勾到它的衣服 它又想说 我今天说不定就要面对无常 就要舍爆了 我未必再出得去 它就这样子勾到一次衣服 就修一次无常观 结果一直它 它修了12年 在卡拉山精进的修行 修什么 修升起次第 修自己跟观音菩萨 合而为一的修行 修了12年 获得了极大的成就 它都一直没有砍去 那个山洞的荆棘 所以这个古时候的人 古时候的修行者 他念念修无常 念念就在念死无常 所以在以前的格鲁派 他们一辈子的功课 就是修念死无常 因为只有你真的 升起了念死无常的心 你才会去珍惜 你才会去尊重 我们才会去修行 这个无上殊胜的佛法 再来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这个在佛经里面的故事 有一个人过河 看到一个老人 好像过不过去的样子 他就扶他过河 扶他过河之后 那个老人说 哎呀年轻人啊 我是谁呢 我是无常大鬼 无常大鬼 专门在找人家 谁要往生了 我去勾人家的魂魄 那个人就说 那好 我现在扶你过河 我只有一个要求 来日呢 如果呢 我死的时候呢 你通知我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人觉得说呢 我们一生都是要修行的 总要面对修行的 用修行来抵挡无常 所以那个人说 那好 我现在可以安心的享受 等到呢 最后快死的时候呢 无常鬼来通知我 我再来修行 结果呢 那个年轻人四五十岁就死掉了 死掉的时候呢 就去见阎罗王 他开始喊冤了 我曾经跟无常鬼说呢 如果我要往生的时候呢 你要来通知我 我好修行啊 然后呢 你们都不通知我 你们这样子没有背信弃义 怎么可以呢 结果阎罗王就跟他说 有啊 我请他写了三封信给你 三封信 你都没收到吗 他说没有 我一封都没收到 哪三封 阎罗王就一说 哪三封呢 你看 你牙齿啊 摸摸牙齿 是不是叫摇 齿摇 牙齿动摇是一封信 来再看看你的头发 是不是白了 头发白了 是第二封信 再来 你看你的视力 是不是不清楚了 老眼昏花啊 眼睛昏盲 是第三封信 我们写了三封信给你 你都没收到吗 结果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就说 颜伦王我三封都没收到 这个时候颜伦王说 你的信不一样 这个人的信是平信 你的信是快递 你的信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法呢 颜伦王说 你看 小时候你看邻村啊 隔壁村啊 威夷全部的村都死了三分之一 有没有看到 有 好 你小时候的时候呢 邻村的瘟疫死亡 是第一封信 再来呢 长大的时候呢 我们越来越近了哦 你的邻居死亡了对不对 你的邻居是不是有人往生 他说有 好 第二封信 这就是第二封信 看到你的邻居死亡 再来呢 第三封信是什么 我们越来越近了 隔壁村的死亡 邻居的死亡 再来你有没有看到你祖父祖母死亡 有 好 我们已经拉到你的家人身上来了 你的祖父母死亡是第三封信 我们都已经写了三封信给你了 而且还直接让你看到死亡了 怎么可以说没有信呢 好 所以说 各位菩萨们 等一下有空照照镜子 如果发现脸上有皱纹 哎呀 快递挂号又来了 如果发现牙齿这里痛那里痛 哎呀 信来了呢 还是如果你等一下出门 哎呀 救护车 翁一翁一过去 还是看到人家的邻车又翁一翁一过来 哎呀 快递啊 挂号啊 我们就叫信啊 言论王我们要念念修无常 念念念死亡 所以中国佛教有一首祭啊 我们念的时候 我们祝念的时候 都要提醒祝念团的人这样念啊 怎么念呢 叫做 来 我见他人死 我心热如火 不是热他人 看看轮到我 我看到他人往生啊 我的内心像如火在煎熬一样 哎 不是担心那个人 哎哟 死的这么痛苦啊 不是耶 是看看 我马上就要躺在那里了 平了 然后呢 就身体僵硬 他嘴巴开开 不是热他人 看看轮到我 所以无论如何 不管是西藏 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古印度 大家只要是入佛门的人 只要是在修行的人 对无常观都会抓得很紧 为什么 因为念念念无常 你才会念念修正法 我们再讲一个故事 佛陀那个时候度莲花色女 莲花色女是佛战士的时候一个大妓女 结果一辈子的感情都很痛苦 然后跟儿子睡觉 然后老公抛弃他 等等 完事不公的大妓女 到中年的时候呢 他觉得说生命真是没有意思 就倦了 他就想要去出家 就找佛陀出家 结果这个时候路过河边呢 要喝个水 然后往西里面一看 哇 我虽然五十岁了 还是风韵犹存呢 还是蛮漂亮的呢 身材还不错呢 所以各位菩萨没事少照镜子 你多照镜子 你看看我的身材不错 我看看我的人不错 各位菩萨这很危险啦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还是不要修行好了 出家剃光头 我的头发这么漂亮 结果这个时候佛就知道了 佛知道他上根成熟了 他再临门一脚了 不可以让他退转 所以佛陀就变成一个更漂亮的美女 去亲近她 跟她说话 结果莲花色女 哇 这个女人怎么比我更漂亮啊 就生起了一个亲近的念头 开始跟她聊天 结果聊天 讲话讲话讲话 这个美女怎么从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哎呦 被阿嬷呢 突然变她阿嬷的样子 变她阿婆的样子了 然后再来 哎呦 死掉了呢 佛陀用神通力了 哎呦 死掉了 死掉之后还不打紧 哎呦 膨胀了 流浓了 哎呦 见骨头了 这个时候莲花色比丘女 那个莲花色女 就哎呀 原来这么漂亮的女人 一下子就变成老太婆 再来就变成白骨了 哎呀 我也会变这样吗 我赶快去休息 就赶快跑去见佛陀 跟佛陀说 佛陀我要出家 我要出家 然后佛陀就趁这个机会 跟她开示 你看 那个女人你说 她比你漂亮 结果呢 生病 痛苦 痛苦完之后呢 就死了 死了之后还腐烂 还变臭 浓血交流 所以我们讲什么 这个身体是皮囊 好皮囊里面都是什么 浓血 所以佛陀就跟她莲花色女 开示说 身中有什么 你看你很漂亮的身体里面有什么 三十六物 三十六种的不清净 有体液 有浓血 有鼻涕 有唾液 种种的不清净 这些东西都不值得你留恋 只有凡夫 会看到 哇 这个女人好漂亮啊 然后呢 凡夫才会去欣赏这个美色 如果是一个修行人呢 我们要看到本质 本质是什么 哎呀 不清净了 哎呀 要死亡了 所以这个时候莲花色女呢 是很有根气的人 利根的人 一听到佛陀这样说 哇 有道理 正出国 正出国就入法流了 入法流之后呢 他就不会退转了 佛陀再说 凡夫是以苦为乐 拿痛苦的事当作快乐 就像蚕啊 蚕作茧自福 就像飞蛾 明知那会烧生还复火自烧 所以呢 凡夫就这样子 没有生起无常的心 这个时候呢 莲花色比丘 你这样一听 就进入了圣生的禅定 去思维 思维之后呢 就开发了智慧 断烦恼 证得阿罗汉果 所以佛法的重点在什么 佛法重点在于 你就算只能听到佛陀几个字 但是我拿来跟我的生命做印证 莲花色你就是这个样子 当看到美女死亡的时候 就拿来跟生命做印证 佛陀一点 他就进入了阿罗汉果的圣道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读 菩提道次第射诵也是一样 每一记每一诵 我们都必须当作我们生命中的警醒 我们要把它当作我们生命中的警醒 而不是只是读过去了 我累积了知识 如果只是累积知识 而没有内化到我们变成修行的话 那我们所讲的佛教故事 或是佛陀所视线给我们看的这些真理 就只是文字 只是字面上的意思 好 下一诵 第六诵 这个意思就是说 无始以来我们所做的不善业 就是恶业 恶业会牵引我们到恶趣去 而且呢 恶业之后就不是自由的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我们前面讲人生难得讲八种闲侠 叫八种 离开八那我们叫八侠 什么叫侠 有自由的 有闲侠的 我们叫八侠时圆满 恶趣是不自由的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是痛苦的 被痛苦所欺负 所以第三句 若堕 当受寒热等 中科巴那是直接给你点名什么呢 点名说如果你下地狱 你堕恶趣的 第一就是地狱 当受八寒八热地狱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 思苦难忍求三保加持 同样我们读到这一诵的时候 除了我们要警醒内心生起一种 哎呀 业果不虚的这种心态之外呢 我们还必须生起大悲心 所以我们讲说前后 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要结合在一起用 所以在格鲁派又有一种说法 我们修的下世道 因为我们发起了悲心 菩提心之后 所修的下世道变成共下世道 什么叫共 我们有大圣心 但是为了要累积前面的下世 中世的资粮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 业果不虚跟处理心 但是我们是用大悲心去学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警醒内心觉得说 哎呀 弱堕当受寒热等 我的生命中原来所造的恶业 都会让我们去地狱的 都会让我们生起痛苦的 都会让我们的来生不自由的 这是我们讲出离心 甚至是业果心的发心 但是同样要想到有这么多众生 已经在地狱 已经在堕恶鬼 已经当受寒热等 我们是当受 他们是献受寒热等苦 思苦难忍 求三宝加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 升起一个极大的心 把这个听法 文法 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 意念一下三宝的加持 意念一下恶趣的痛苦 他们就可以离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 意念一下恶趣的痛苦 善思如母众 男人无量苦 意念苍生情 世世永不离 我们要把这个功德 听法 修行 思维佛法的功德 回向给恶趣 种种的痛苦 希望地狱到离苦 希望恶鬼到得饱满 希望畜生到不要被杀 不要被吃 希望人道能够升起 修菩提道的出离心 希望天道能够升起 快乐是不自在的 快乐是暂时的那种无常想 希望阿修罗道不要互相争斗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虽然在修前面的 业果不虚 但是我们已经结合了后面的大飞 菩提心一起修 好 时间的关系 这节课我们先文思修行到这里 我们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苦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阿弥陀佛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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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优秦深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株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计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志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同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 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tm 佛教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感恩法会 神舟宗明前兰护法仪轨 即恭送妙法莲华经四药品 恭请湛江法师 赞同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月18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拜 八观灾界即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陡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宏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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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